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想的话这段时间很多学者经济学家在讨论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的时候比较关注的是对总量经济的影响 大家讲到这个第一季度的GDP大概帧数会下滑到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是一个点还是两个点等等等等 我个人感觉的话呢中国经济的底层逻辑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 因此呢在关注病毒疫情对经济的影响的时候 可能我们更多的应该关注的是它对中国经济的结构性影响 而这背后的话呢需要我们对过去40年以及现在来自于未来 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变化有一个全面的理解 那我想一个基本的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这一段病毒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尤其具有挑战性 那么在这个角度的话可能我们应该关注的政策的发力点 应该是在于怎么去帮助中小微企业更好渡过难关 同时的话我在这堂课的最后也会对大家比较关心的股票市场 它的前景做一些分析 我想大家都了解在过去40年 特别是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之后 我们取得了一个非常令人瞩目的经济奇迹 那么这40年平均的GDP年增数在9.4%的样子 那么中国经济总量的话呢增加了将近35倍 这个过程中有将近8亿人摆脱了贫困 我们中国制造占的比重 就从这个增加值比重 从这个1978年的全球不到2% 到2018年19年的话 基本上是占到四分之一的比重 那么中国的基础设施 在这个过程中也展现出非常令人瞩目的这样一种实力 我想大家都在讨论 这背后的话呢 中国到底做对了什么 我在这里列出了 就是发展经济学家们 对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发展 所做的一些梳理和总结 总的讲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把这个政府跟市场 这种简单的二人对立的 这样一种观点的话呢 在过去40年给了一个彻底的改变 那么政府的顶层设计 国家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以激发底层活力相结合 那么中国就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的进程 我想这是中国经济成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同时我们通过改革开放 积极参加全球产业链的分工布局 逐渐从产业链的低端向高端不断地迈进 我想这一切的话呢 也使得我们经济更加开放 更有包容性 同时的话呢 增长了速度 增长了质量 在不断地提升 那么过去40年 我们也看到一个不断地制度创新的一个过程 这里面大家看到我们在80年初期的农村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然后到地方政府这种政绩竞赛机制的设计 以及在金融体系方面的一系列改革 那这一切的话呢 都有助于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 让资源更好的配置 提高全球生产率的增速 那么同时的话呢 我们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外部宏观的经济发展环境 我想这些因素核在一起之后呢 基本上能够解释我们在过去做对了什么 当然如果用现代增长理论来 在一种分析框架来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的话呢 我想这个逻辑线条会更加清晰一些 大家看到就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罗布特·索罗 他在1956年提出索罗模型 那么基本一个思路是什么呢 就是任何一个国家 一个经济体它的经济增长 可以由要素投入的增长 和这个要素使用效率 也是我们所讲的全要素生产率 就是TFP 它的增长来解释 那么中国过去的话呢 基本上在这三个维度上 都有非常非常令人瞩目的 了不起的表现 比如说我们讲到人口红利 我们大量的劳动力 从农村到城市 变成产业工人 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 同时的话呢 我们通过不断的制度创新 比如说通过土地的货币化 以土地房地产基础设施建设 作为抵押品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 我们也扩大了我们的社会信用 加速了中国经济的货币化 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宝贵的 另外一种要素 就是我们讲到的资本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这个图里面 我们在进入21世纪之后 我们中国的货币供给 就广义货币供给这个衡量 叫M2 它的帧数呢 平均起来比 我们的GDP要高出6.1% 按道理讲 这么高数的一个货币供给的增长 会带来通胀 但事实上的话呢 其实我们在21世纪 迄今为止将近20年时间 并没有看到通胀膨胀的一种 大幅的伤身 我想这背后的原因 其实很简单 就跟我们这种 经济的货币化 土地的货币化 房地产的货币化 和资本化 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的话 也反映出 我们增长模式本身的特点 就通过一种要素来驱动 大家看到这个图的话是 我觉得应该有很大的一个 一个说服意义 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四个季度前的 社会融资规模的 这种增长速度 跟这个四个季度之后的 经济增长的 就季度GDP增长速度 之间做个比较 你会发现 这样的曲线 底合度非常高 我想从这背后 就基础出这样一个 简单的规律 就是我们的银行信贷 或者说我们以银行信贷 为主体的 社会融资规模 在增长的时候 那么基本上的话 能带动GDP的增长 我想这个可能是 我们在过去40年 在描述中国经济的时候 把它讲到了比较多的 一个特点 就是我们是一种 要素驱动的 投资拉动的 这种增长模式 那这我想 如果回归到 索罗模型呢 它还提到另外一个要素 就是全要素生产率 那么我们在这个 维度上的表现 也非常出色 改革开放40年 基本上平均起来 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的 年均增数 接近4% 当我们也看到 就是说是 在进入21世纪的 第二个十年 在中国的工业化 进程将近结束 或者几乎已经结束的情况下 我们全要素生产率的 增数都放在 开始降下来 2010到2018年 年均增数降到了2.1% 但不管怎么讲的话 我想可能 长达40年 平均接近4%的 这样一个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数 它本身是一个 了不起的一个奇迹 这说明 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 我们对要素的使用效率 半数的改革开放 半数的经济的 货币化 资本化的不断深入 其实是一直在 不断提高的 那么这种模式的话 其实反映在 经济的另外一个维度 就是微观基础上 就企业上 其实表现得也 非常明显 比如大家看到 这个图的话 我们比较了一下 中国跟美国最大的 这个十家上市公司的 这个分布的一个比较 那么这里呢 我选择的是 中国A股上市公司 就这里面不包含 阿里巴巴和腾讯这两家 在海外上市的企业 大家看到一个 很清晰的一个特点 就我们的 这个前十大市值企业 全部是提供 生产要素的企业 这里面有七家金融机构 它提供资金 有两家 中石油中石化 提供能源 原材料 当然茅台的话 可能是唯一的例外 但茅台在中国的含义 可能跟这个生产要素 也是联系在一起的 那么这样是一种典型的 投资拉动的 增长模式下 所对应的 经济微观基础 对它这样一种 大的背景下 提供要素的企业 更容易脱颖而出 有比较好的盈利表现 更容易在市值上 取得比较大的一个突破 而美国相比较而言的话呢 它的这个上市公司的结构 会更多元一些 比如说前五名 都是我们所讲的高科技企业 除此之外的话 它也有金融机构 也有消费品公司 但也包括能源企业 像排名第十的 X美孚 我想可能这些分析 给大家一个 基本的一个定义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我们在理解 这个中国经济 过去事前增长的时候 我们增长逻辑的话呢 基本上是一个 在完成工业化进程的 在那种背景下 以大量的要素投入 再加上这种要素使用效率 不断提升 所形成的强大的经济 增长的动力 最终使得我们取得 非常重要的成就 但现在 在进入21世纪的 第二个十年 特别是在 中国工业化进程 几乎结束之后 我们也注意到 我们增长的逻辑 在发生变化 而这里面我想可能 就最大的一个 推动因素在什么地方 就是说 我们在这个高增长阶段 或者工业化进程 这个过程 几乎结束之后 我们在未来 怎么去保持一个 比较高的 全奥式生产率的增数 因为大家都知道 如果做一个国际比较 美国在1870年到1970年 它的工业化阶段 美国保持了一个 年均2.1%的 全奥式生产率增数 但是 在美国进入 后工业时代 和信息社会时代的时候 它的全奥式生产率 基本上降下来了 那么现在 我们在改革开放40年 在积极推进 工业化进程的结束 高歌蒙尼这40年 我们全奥式生产率 保持很高的一个增长速度 但这个过程快结束了 那么未来 我们这个全奥式生产率的增数 它的来源在什么地方 我们是否还能够像过往这样 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 像联均2%或者3% 甚至4%的 这样一个全奥式生产率的增数 我想这一点的话 是我们在讨论中国经济 甚至讨论一些 外部的这种冲击 对经济影响的时候 必须思考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我们在增长的底层逻辑上 将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变化 给大家做一些跨国比较 做一点分析 我们也可以理解我们在什么地方 比如大家看到 就是说是经过改革开放40年 我们到目前为止 大致上我们全奥生产率的水平 是美国的大概43%的样子 这根据这个 宾夕法律大学 所提供这个Penware Table的数据 计算出来的 也就换句话讲 同样的要素投入 在中国经济 所能产生的产品 或者服务的数量 是美国的43.3% 我想这个其实应该说是 我们在过去改革开放40年 应该说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就了 因为这个水平本身也不低 但大家看到 就是说我们讲到的 其他一些工业化的国家 像包括法国 德国 英国 日本等等 他们在完成工业化进程的时候 在他们的人均收入 达到3.5万国际元的时候 基本上他们的全奥生产率的水平 达到美国的70% 80%甚至90% 这也意味着我们在2035年 如果要实现 是否最现代化 那么我们全奥生产率的水平的话 也应该达到类似的一个标准 其实我们做个简单的一个计算和分析 告诉大家一个数字 就是说如果到2035年 我们的全奥生产率的水平 要达到美国的65% 也就意味着我们每一年 中国这个TFP就全奥生产率 它的年均增数 需要超过美国1.95个百分点 美国现在就过去20年 平均起来大概低于1% 大部分年份在0.7%或者0.8%的样子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在未来的 这十几年时间里面 在2035年之前 我们要力保 我们的全奥生产率的增数 能够达到2.5%到3%的样子 那么只有这样的话 我们到2035年 中国整个全奥生产率的水平 才能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 比如说达到美国的65% 那这其实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在经济史上 在有统计数字的 这么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在观察不同的国家 不同历史阶段 它经济的表现 就还没有发现 有任何一个国家 在完成工业化竞产之后 它的全奥生产率水平 还能保持在2%以上 我刚才提到 美国在完成工业化竞产之后 它的全奥生产率的增长速度 从2.1% 降到1%以内了 那么我们国家 在进入21世纪的 前十年 第二个十年 这个速度其实也降下来了 从过往的4%左右 已经降到2%左右了 当然对于未来的话 我想可能不同的学者 对中国经济的 未来有不同的判断 但基本上我想 形成什么样的观点 不管是乐观也好 还是悲观也好 它形成的逻辑 都跟对中国未来TFP 就全奥数生产率的增数 的判断有关系 如果大家觉得 这个增数会比较高的话 相对就会乐观一些 如果觉得比较低的话 就会相对悲观一些 但这里面有很多观点 是值得商榷的 比如说很多学者认为 我们未来进入5G时代 进入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 那么技术进步本身 会使得全奥生产率 继续保持很高的一个速度 但这一点的话 其实我觉得大家需要特别谨慎 因为同样 罗伯特索罗在上个世纪 应该是90年代吧 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计算机时代的中印 无处不在 唯独没有体现在 生产率的统计数字中 也就换句话讲 他对通过技术进步 来保持一个比较高的 全奥生产率 是一种怀疑态度 因为他至少没有在美国的 经济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 另外的学者认为 中国现在其实 我们还有很高的一个 国民储蓄率 同时的话 我们的城镇化率也并不高 现在大概60% 变成一个新城化国家的话 城镇化率应该达到80% 这就意味着 在未来我们很高的一个 投资的可能性 那么高储蓄率变成投资 提升城镇化率 提升我们这个资本的占有率 那这种情况下 中国还能保持一个 比较高的全奥生产率的增数 但我想对这种观点的话 可能也需要看到 另外一些不利的 结构性的力量 结构性的一些因素的影响 比如说现在我们人口结构 在发生变化 这样的话 国民储蓄率 其实是在呈现一种下降的趋势 同时的话 如果说我们这个 大量投资 它的投资效率本身不是很高 比如说我们在 经济学里面 经常用这个叫 投资资本收益率 来衡量这个投资效率 那么现在的话 我们投资资本收益率 水平并不是很高 这样的话 大量投资本身的话 不能产生足够的现金流 来还本复息 最终的话呢 会形成 我们讲到的这种高杠杆 就企业需要不断地靠 借新债 来偿还旧债 不断地滚动这个债务链 最终使得 杠杆越来越高 我想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现在 我们把这个中国未来 进一步提升全澳生产率 把这个希望寄托在 不断地提高这个投资率 以及未来还能够保持 比较高水平的国民储蓄率方面 打上很大的一个问号 其实这些因素 并不是这么可靠 当然也有学者在讲 就是我们现在消费 已经成为增长了 比较重要的动能 那么这样的话呢 中国现在已经有 全世界最大的一个 中等收益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话 消费在升级 那么它们可能 会构成中国未来经济增长 特别是全澳数生产率 增长的重要的来源 这里面我可能想给大家 讲两个 不是那么正面的可能性 就一方面的话呢 其实我们讲到这个消费 特别是第三产业 靠这个消费来提升TFP 而不是靠这个工业 这些来提升全澳生产率 其实难度是比较大的 我想这个美国的这个经验 已经告诉我们这一点 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收入啊 在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 是否能够真正的支撑 消费的这种快速发展 消费的这种升级 这本身其实是一个 需要去研究探讨的问题 比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2019年 我们整个这个人均的GDP 已经达到一万美元 相当于将近七万人民币的样子 但是我们这个个人的可支配收入 其实只有这个三万人民币的样子 也就换句话讲 这个在你这个收入在国家企业 个人之间的分配的话呢 其实个人可支配的 这部分只有三万人民币 就一个月的话 只有两千多块钱人民币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你说这个消费 它在多大程度上 能够继续成为未来增长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动能 我想这里面的话 其实需要我们在政策层面上 有更多的 有利于一项这种个人 家庭倾斜的这种分配结构 才有可能实施 消费的一种快速成长 那么这些分析完之后的话呢 其实大家感觉 未来中国经济的长期发展趋势 其实确实面临很多挑战 这些挑战的存在本身 使得我们不能够把这个 继续保持一个比较高的 全药式生产率的增数 作为一个既定的 或者很可能实现的一个场景 来接受 这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一方面的话 我们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其实在家属的在恶化 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一个估测 到2035年 中国65岁以上的人口 在总人口的比例 将达到23.29% 那么2035年的话呢 大概我们从人均的 这个GDP的 这个衡量上讲的话呢 可能跟日本2004年是接近的 大家看到日本在2004年 这个人口老龄化的程度 就是说 65岁上的人口占人口比重 只有14.15% 也就换句话讲 我们比它高9个百分点 也就意味着 未来我们人口老龄化的程度的话 比日本在取得相应的 平均经济发展水平的时候 要严重很多 同时我们看到 我们的老年人口的 抚养比的话呢 到2035年 将达到37%的样子 也意味着 100个劳动力人口的话呢 需要去支撑 37个退休的 年龄超过65岁以上的 这样一些老年人口 那么这个抚养比的 这个比重 其实是远远高过 美国 日本 在同期 也就是经济水平 达到这个 3.5万国际元的时候 的这样一个水平 那么人口老龄化的话 它会挑战我们 传统增长模式 这种投资拉动的 要素投入的 这样一种增长模式 因为 半数人口老龄化的话呢 是这个储蓄率的下降 那么我们没有 这么高的一个储蓄率 支撑比较高的一个投资率 我想这个问题 需要我们在未来 在讨论 中国的经济增长的 逻辑的时候 需要去面对 需要去想办法去克服 那么另外一个因素 给大家强调一下 就是说我们现在 整个产业结构 在经过40年的 经济高速增长之后 也在发生变化 大家看到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趋势 2019年 我们整个这个服务业 第三产业 它所占的比重 已经达到GDP的 将近54%的样子 那么未来呢 我想可能这个 比如说2035年 我们做一个 简单的一个预测 它会达到65% 甚至更高一些 那么在服务业 在主导的这样一种 产业结构里面 要进一步提升 全澳生产率的话呢 应该说难度是比较大的 因为全澳生产率的提升的话呢 一般来讲 按照国际经验 按照经济学者 这种实证的 这样一些经验的梳理 它是在一个 急速工业化的 这样的过程中 它的速度会比较高一些 但实现工业化进程之后 在服务经济站 主导的这样一种 产业结构下 难度其实非常大 大家也知道 像美国的话呢 这个整个服务业 占到整个GDP的80%以上 那么美国呢 它的这个全量生产率 在最近这些年 虽然说它是高科技的 研发的一个中心地带 不断地新的一些技术 推出来 但是它的全量生产率 也就在1%以内 我想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其实未来我们这个 进一步提升 TFP的话 简单度很大 有很多挑战 那大家也 赶紧我也提到 就是说 我们这个 现在 经过40年的高速发展之后 其实我们人均的 这个资本量 资本存量 包括的房地产 也只是占到 发来国家三分之一 那么很多学者会认为 我们在未来 还有很大的投资空间 比如说东部 可以把这投资逐渐向中西部转移 同时的话 我们在基础设施方面的话 还有很多空间 我们跟居民生活相关的 这样一些公共领域 公共产品 还有很多投资的空间 但这里面我想可能 想提两个挑战 或者两个约束条件 第一点的话 就是我们未来储蓄率 可能是下降的 我们现在高达40%以上的 国民储蓄率 办事的人口暖龄的话 肯定会下降 我想这应该是一个 实证上的一个 基本上很难去挑战的 这么一个结论能力 同时的话 如果说我们这个投资的效率 不能提高的话 它会带来一个后果 就是说这个经济的话 会呈现一种 干干比较高的一种状态 比如说你得靠不断地借债 来支撑整个经济运行 这种体系 使得中国经济 有种高干干的 这样一种形象 所以说如果说投资资本收入率 不能够根本提升的话 那我想维持过去这种增长逻辑 靠简单的这种要素投入 投资拉动经济 难度其实非常大的 大家看到这个数字 大家可以看得很明显 比如说因为我们企业层面上 投资资本收入率比较低一些 那么带来一个结果的话 就整个中国的非金融企业 就我们平常讲到的实力经济的这些企业 它的整体债务是非常高的 大家看到我们大概2018年 非金融企业的债务 赞到GDP的150%到160 这样一个水平 而美国同期的话就70%的样子 所以大家讲的话 就中国这个干干比较高 总的讲的话 其实我们是结构性的干干干高 而这个高高在什么地方 主要是我们的企业 我们企业它的债务比较重 其实这个家庭 个人家庭 还有政府 这个债务占的比重 跟美国相比的话 并不是这么突出 但是我们企业的债务非常重 而且债务重本身 它跟这个企业的 投资资本收益率不高 是有关系的 那么我们未来 还有很多的一些 结构性的一些变化 使得进一步 靠传统的这种生产逻辑 提升经济增长速度 提升全球生产率 变得很困难 比如大家讲成真化 但成真化的话 这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虽然未来 我们成真化率 有可能从60% 提升到2035年 比如说80% 但现在中国现在 有很大的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的人口的分布 有严重的这种折去情况 我们在光华管理学院的话 有教授我们做了 这样一些分析 比如说我们根据 这个人口补查的数字 我们来判断一个城市 它实际人口规模 跟这个最优规模 这个比例 我们把这个比例叫什么呢 叫人口的适合度指数 这个指数等于1的话 就意味着它这个人口 是最适合的 其实我们会发现什么呢 就是说是 中国有88%的地级市 它的实际人口规模 不到最优人口规模的40% 也就意味着 我们有88%的地级市的话 人口是严重不足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成真化率 人口的流向这些 它会对你未来这种 固定资产投资 公共服务设施 基础设施投资 会带来很大的一个问题 就是你投 投到什么地方 投的效率 怎么保证它 能够把这个资源 把这个要素 资本 劳动利益配置起来 达到最优配置 使得投资效率比较高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如果说你大部分城市 人口严重不足的话 未来你投资的空间 在什么地方 你修很多高速公路 修很多地铁 它能不能带来 足够的回报 使得经济效率 能够比较高一些 我想这些问题的话 都需要我们去重新思考 比如说未来 我们不能把这个 成真化率 必然带来很高的 一个投资率 做一个简单的事实来接受 它背后其实有 逻辑上的一个缺还 需要我们补上 但还有很多 其他的一些原因 比如说 我给大家简单分析一下 我们讲到这个 像收入分配不平等 在中国我想过去40年 我们做的还不错 大家看到一个 比这个图里面的话 你对比一下美国 大家可以看到 比如说美国这个 中间40%的人口 就是收入 处于中间40%的人 我们说的中等收入群体 在过去整整40年时间里面 基本上的话 它年均的收入增长 只有0.9% 那么这就是相当于 中等收入群体 并没有从经济增长 从全球化里面 得到好处 那么他们变成 川普的票仓 也变成 所谓的民粹主义 反全球化 最忠实的一股力量 那我想的话就说 未来我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 如果说不能够有效地 实现一种包容性的 普惠式的这样一种 经济增长 不能让各个收入群体 都得到实惠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如果收入平等 这个情况 它在恶化 那也可能会使得 我们的这个情绪 就国民情绪的话 朝这种反全球化 反市场化 甚至反制这方面 去做变化 那么它会挑战 我们未来的经济社会转型 那么这也是 我们需要在未来 面对的一个 很大的问题 我想这些 分析完之后的话呢 给大家一个 我个人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我们现在的话呢 到了一个 关键的时间节点 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长的 这个底层逻辑 已经从过去这种 通过要素投入 拉抬速度 转向 必须通过一种 高战的发展 通过一种包容性的 均衡性的发展 向这个方向的转型 而这背后的话呢 我想可能我们未来 应该说最真实的 最可靠的 最有利于我们实现 高战争发展的 这个推动力的话呢 应该是 全要生产率 那么这个 全要生产率本身的话呢 可能 是我们未来 增长最主要的动能 而怎么能够实现 这个动能 释放这个动能 我想将决定 中国未来 经济增长的 一个基本逻辑 然后刚才我也讲到 很多 我们面临的一些 约束条件 还有挑战 当然可能觉得 会有点悲观 但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 其实过去四十年 整个中国经济发展 给我们一个 很大的启示在于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的发展 模式本身 它不是一个固定 不变的一个概念 或者说是一个 示威框架 而它是一个随着 时间的变化 而不断变化的 思维探索 和时间探索的 一个集成 我想中国发展模式 它的一种普世性 就在于它是一种 开放的精神 实施求是的态度 去直面经济发展 中低性的问题 并且不断寻求 现实可行的方法 去破解这些问题 我想说什么呢 就是我们现在 面临的低性问题 就是我们在 几乎完成了 工业化进程之后 在中国经济 进入这个 高质量发展阶段 这个转型过程中 我们怎么去实现 一个比较高的 全奥生产力的增速 那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其实我们还是有 很多有利的条件 个人也比较乐观一些 我给大家举出 比如四个 我觉得比较 注意让我们 乐观起来的原因嘛 第一点是在于 就是我们有一个 再工业化的进程 就是我们虽然 工业化进程 几乎要结束了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中国一个特别大的 一个实现窗口期 就是我们在 消费互联网的下半场 就有大量的 大数据 人工智能 5G 它会促使我们 很多产业 进行数字化转型 然后把这个 数字化转型 本身的话呢 把它叫再工业化 那么再工业化 本身它会提供 TFP 就全产生率 增长的一个 非常强大的 这样一个空间出来 我想这一点的话 是我们独特的一个 中国增长的 这么一个优势 那么另外一点呢 就跟这个再工业化 相对应的 就是我们的 这种基础设施的建设 我把它叫新基建 比如像5G的基站 像这个云计算 人工震 这样一些 硬件 硬体的设备 甚至包括我们改善民生 所相对应的 这样的一些 基础设施建设的话呢 它都属于新基建 那么这里面 其实我们空间 还是非常的开阔的 同时的话呢 就是中国现在 虽然说我们对工业化进程 接近结束 但是我们在大国工业方面 其实还是有很多空间 我们现在整个制造业 占整个GDP的比重 降到30%以内了已经 但我想的话 未来可能就是说 我们需要保持在20%以上 不能像美国这样的话 让制造业空间化 美国在2019年 虽然说川普 用了一系列政策 呼吁制造业回流 但是呢 它在2019年 第三季度的数字 告诉我们 它的制造业的话 达到一个历史新低 只占GDP11% 那我想中国在未来的话 我们保持一个 比较高的一个 制造业占比 比如说我们在这种 零用航空啊 飞机发动机啊 行政员汽车啊 等等等等 这些领域 其实还是很大的一个 增长的空间 那么这样的话 大国工业本身 它会使得一个国家 能保持一定的 全有生产率的 这样一种增速 我想这也是我们 比较利好的 这么一个因素 那当然最后一点 其实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资源配置 还有很大的 低效应 现象 那么未来通过 更彻底的 改革开放 我们激活这个国有企业 激活这些 大集团大企业的这种活力 让资源配置效率 进一步提升 它本身也会带来 全有生产率的一个提升 我想这些 有的条件 结合在一起之后 如果在未来我们通过 不断的创新 更大胆的尝试 勇敢去面对 经济发展中低性的问题 我个人判断的话 就是说是 我们还是有可能 实现中国经济 在进入21世纪后 发展的一个奇迹 也就是说 我们在完成工业化 进程之后的话呢 还保持一个相对比较高的 甚至百分之二点五以上 甚至百分之三 这样一个全要生产率的 这样一种增速 我想这个如果发生的话呢 它对我们 形成对中国经济的长远的这种 发展趋势的这种判断 它是非常有利的 因为在现在的话呢 一个相对比较发达的经济体 它整个经济增长中 一般来讲超过百分之五十以上 是由全要生产率的增速来贡献的 如果说我们能保持一个 百分之二点五的 全要生产率的增速的话呢 那就意味着在未来 很长一段时间 中共有可能实现 将近百分之五左右的 这样一个增长速度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 这种增长本身 第一速度并不低 而且非常高 第二呢 其实它这个质量会高一些 它背后对应的是 不是靠简单的要素投入 而是靠要素的使用效率的提升 它是一种效率驱动的 创新驱动的这样一种增长 那它的质量应该说是非常可观的 刚才分析完这些问题之后啊 其实主要是想把咱们这堂课 所需要关注的核心问题 提供一个分析的背景和框架 那么我们讲这个 即将中国增长的这种底层逻辑 在发生变化 而且未来增长动能会发生倾斜 那我们先看一下 就是说是这一轮的这个病毒疫情 对这个中国经济的一个影响 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其实很多学者讨论对总量经济的影响 而且把这个新冠病毒疫情和 2003年的非典就是SARS 对经济的影响做个对比 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差异性 而这差异最大的原因在于 我们在过去17年时间里面 我们增长的逻辑发生了变化 所以说简单这种类比本身的话呢 可能是在回答错误的问题 我们需要找到真正正确的问题 也就是说这一轮的这个病毒疫情 对中国经济真的影响在什么地方 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可能讨论总体经济的影响 它的意义 远不如讨论结构性的影响的意义大 有几个原因呢 就是为什么我们跟这个非典会不太一样 就这也是到底我们不一样在什么地方 我刚才提到说我们这种逻辑不一样 那么过去是这种投资拉动 现在开始朝这种消费驱动 朝这个效率驱动 朝高资料发展再转新 另外的话就是我们产业结构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后面会有一张图给大家看 到底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同时的话呢 我们增长动能也发生很大变化 像消费 不仅仅是这个固定资产投资 已经变成整个经济最重要的动能 那么我想这是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另外一点的话 就是这个时间点 大家看到也其实也不太一样 这一次的话呢 发生在春节期间 跟这个夏时发生在春节之后 是不太一样的 那么它带来的影响 其实也不太一样 所以我个人感觉的话 我们要真正找到比较好的政策 去应对病毒疫情 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其实需要对这个疫情 对中国的这种结构性的影响 做出分析 就到底什么样的一些领域 什么样的行业 什么那边的企业 什么样的群体 什么样的地域位置 他们受到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 那我想的话 给大家做几个简单分析 这次为什么不一样 比如说产业结构不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19年相较于2003年 我们整个这个第三产业站的比重 已经到了54%了将近 对GDP的这个比重 而且贡献了整个GDP增长了 将近60% 也就换句话讲的话呢 其实第三产业 就我们讲的服务业吧 已经变成整个中国经济主要的 这个资助 以及增长的这个动能所在 而这一次移情的话呢 它其实对整个这个 服务领域的话呢 其实影响是最大的 最直接的 比如我们看到这个 这段时间 像对这个农林渔牧 就是第一产业 对交通运输仓储邮政 对批发零售 对住宿餐饮 对这个娱乐出行 需要线下进行的 这样一些服务项目 影响非常大 而这些行业加在一起的话 它对GDP的占比的话 其实达到达到36%的样子 以换句话讲的话 我们需要去 对它具体怎么影响 这些行业 做出具体的分析 同时采用相应的 这种经济对策 才可能评估出来 这一次的新冠病毒疫情 对中国经济 到底有什么样的影响 而且我想 除了这个服务业之外 如果疫情的控制 不是这么顺利 它影响到 结后的反攻反港 甚至反学等等 那么它对制造业 对建筑业 对第二产业的影响 会逐渐呈现出来 同时的话 它可能对出口 进出口这方面 也会带来影响 大家再看一个分析 比如我们刚讲的产业结构 现在我们讲讲 拉动中国增长的三驾马车 消费 投资 进出口 那么也发生很大的变化 我们在2003年的时候 消费贡献了35.4%的经济增长 当时的增长速度是10% 就2003年 GDP增速10% 消费贡献了3.6个百分点 就3.6个百分点 35.4% 但到了2019年 消费已经贡献了57.8% 接近60%了已经 也就换句话讲 消费现在成为 中国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动能 推动力 而短期看的话 其实这一次 新冠病毒疫情 对消费的冲击 是最大的 那我想的话就是 我们需要去分析了 那么既然对消费冲击这么大 那我们采取什么样的经济政策 能够缓解它的冲击 同时的话 能够确保在疫情控制住之后 我们的经济能够有一个 比较合理的一个反弹和恢复 从而使得 整个2020年 经济增长的情况的话 不至于因为 新冠病毒疫情 带来很大的一个下滑 我想这些需要做结果性的分析 所以基本上我想可能 形成一个基本的一个判断是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现在这个整个病毒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 它本身是个类生变量 我想它类生变量 其实两个原因在里面 就第一点的话 这影响的程度本身 是取决于疫情控制的情况 可能在现阶段 在这个春节假期期间 它对消费 对第三产业影响比较大一些 但是很快它会蔓延到 第二产业 制造业 房地产 甚至其他一些行业 所以我想可能的话 尽快控制住疫情本身 它非常重要 如果这个情况不特别理想 之前时间比较长的话呢 那么对整体经济 对不同行业 不同类别的企业的影响 可能还会恶化 我想是第一个原因 这第二个原因在于什么地方 就是说我觉得 它其实取决我们怎么去应对 这个疫情所带来的影响 那么如果说我们能够识别出来 它主要在什么领域 影响比较大 我们采取有针对性的 这样一些政策举措 那么也可能的话 就是我们把这影响降下来 就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我想可能我们前面的分析 包括对中国经济 这种增长逻辑 这种变化的分析 包括对这一次 这个病毒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 它的结构上 跟过往有什么不一样 它其实都是帮助我们去梳理 去思考 到底我们现在第一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合理的经济政策 应该怎么去设计和规划 那我想做一个基本的 一个结论是什么呢 就是说刚才我提到 跟2013年非典相比较的话 我们个人判断是什么呢 就是这一轮疫情 从目前的看来 它的影响更多是 体验在两个方面 第一是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 第二是对就业的影响 而现在中国的中小企业 基本上解决了超过80%的 这样一个就业 从这个角度讲 这两个问题是合而为一的 也就是换句话讲 我们现在的重中之重 是帮助中小微企业 渡过难关 那就这样 就很自然过渡到 我们在这个堂课里面 关注第三个问题 怎么去帮助中小微企业 渡过难关 特别是在这个中国经济增长 这种逻辑发生变化的背景下 在新冠病毒疫情本身带来很大的 不确定性情况下 我想这里面给大家简单的 把中小微企业的重要性的话 还是要讨论一下 大家将讲56789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民营经济 其实大部分是中小企业的 就是中小微企业 共享了50%的税收 60%的GDP 70%的创新 80%以上的就业 90%以上的新增企业和新增就业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它对中国经济其实这个作用 是非常非常巨大的 但我们也看到 在过去一段时间的话 其实中小微企业 它所生存环境 营商环境本身的话 其实还有它的改善空间 给大家看这个图里面的话 其实给大家讲一个数字 比如说2018年 根据银监会的统计的话 就是我们整个这个 各类人民币贷款里面 真正给这个民营企业 就绝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 它的贷款余额占的比重 只有25.8% 比如换句话讲 你贡献了80%以上的就业 60%的GDP 但是你这个贷款的余额 这个存量比例只有25.8% 那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就是说是其实 他们这个生存本身的话 其实这个挑战 本来就比较严峻 那这个图的话 就告诉大家 他们承担的资金成本 也比较高一些 比如说这里看到的是这个 我们在这个信托公司 信托产品 它贷款的信托产品 这个预期收益率 跟这个中长期贷款利率的 这样一个比较 给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就这种信托产品 这种预期收益率的 它基本上就相当于是这个 信托公司出败这种产品 获得资金之后的话 再带给 我们讲到很多是 房地产公司 或者民营企业 或者说从正常金融 中介机构里面 得不到资金知识 这样一些企业 那么它的这个利率 要高很多 就换一个角度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现在 大量的这种中小微企业 在所面临的这个资金 这个环境的话 其实要产一些 要比这个同样的大企业 或者国有企业要产一些 我想这个基本上是在 我们讨论这个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的时候 大家认为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有大量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 那么我想正常情况下 我们营商环境 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那么这一次这个疫情本身呢 它是一个外部的一个冲击 就一个外部的一个shock 那么它对中小微企业 带来的挑战就更大了 我就特别给大家分析一下 这是清华大学朱古祥教授 他们团队做的一个 最近一段时间 对995家民营企业 其中绝大部分是中小微企业的 在问权调查的一些结果 就特别感谢这个朱古祥教授 我想这个问权调查 特别及时 把这中小微企业面临的问题的话呢 其实以一种非常尖锐的方式 呈现出来了 大家看到这里面 简单梳理一下的话呢 一方面就现金流情况非常紧张 按照朱教授这个调查的话呢 就是我们大概85%以上的 中小微企业的话呢 大概这个现有的现金流 只够维持三个月的样子 其中的话 大概将近三分之一的企业吧 只能维持一个月 另外三分之一的话 只能维持两个月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现金流情况非常紧张 同时的话呢 他也发现 现在中小微企业的话呢 就企业的营收下 现在压力特别大 一个简单的一个估测的话 就将近58%的企业 他们2020年 因为这个疫情的影响 可能销售收入会下滑 幅度达到20%以上 那么另外的话呢 企业维持运营 它的支出压力很大 包括员工的工资 无险移金等等 同时的话呢 这个调研也发现 就是很多这个企业 它其实在应对这种 新冠病毒疫情 带来冲击的时候 缺乏很多很好的应对手段 对他们基本上靠 这个简源降薪啊 或者说是靠这个企业的 这种停产卸业等等 这种方式来运的这个问题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我想可能现在中小微企业 面临的这个压力 挑战是非常大的 那我想的话就是说 我们在制定经营政策的时候 可能这个侧重啊 应该有所倾斜 就是说把这个帮助中小微企业 应对挑战 作为重中之重 来加以重视 那这里面我想可能 结合我们前面的分析啊 我个人感觉到短期和长期 可能这个对策是不一样的 短期讲的话呢 我想一个基本原则 就一点的话就是说是 虽然我们讲这个疫情是命令 防控是责任 但另外一方面的话 其实我们也需要在认知上明确 就是说防范经济风暴 它其实也是这一轮防控疫情工作 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换句话讲的话 就是说我们是有两个目标在里面 一方面的话是尽快 能够把这个疫情的扩散 能把它控制住 但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可能就是说在这种 防控疫情的前提下 把它作为这种 首要目标的前提下的话 其实我们也应该 尽快地去恢复 经济和市场的活动 就不能让经济 长期处于这种休克阶段 这种情况下 它对整个这个 不仅是中小微企业的 我想这种伤害 蔓延开之后的话 它对整个总体经济的影响的话 可能会加剧 所以我想的话 就是从基本原则上讲的话 就是把这两个目标 不要对立起来 而且尽可能的话呢 就是把一些适合恢复的 这样一些经济活动 市场活动的话 把它恢复起来 而同时的话 其实我想可能 地方政府特别是 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一定要避免 采取一些过度干预 过犹不敌的政策 增加企业的这种运营成本 我想我们现在 强调尊重市场规则 逐渐地恢复市场的活动 提升市场 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和韧性 这本身也是这个 国家综合治理能力 不断提升的一个重要标志 那么在具体建议上的话呢 我可能对中小微企业 有这样的一些建议 就企业自己能做什么 因为现在我们的 首要问题是 现金流比较短缺 那么具体采用什么方法的话呢 我想可能 我们回归到 这个分析框架里面来 我们看这个 现金流怎么定义的 那现金流的话呢 你不外乎是 你的营业利润 加着就简单去投资 那么从这些角度讲的话呢 基本上在基因层面上 在财务层面上 在政策层面上的话呢 可能 其实应该做一些事情 比如在基因层面上 其实也没有什么 特别神奇的妙方 就尽可能地增加营收 增加消费收入 比如在线销售啊 或其他的一些创新的方式 在这个防控疫情同时的话呢 想方设法增加收入 同时的话呢 就是用极限化的方式 去降低成本 降低的运收 合理化于投资节奏 通过这些基因层面上 这样一些举措的话呢 来缓解现金流 短缺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在财务层面上的话 我想可能寻求这个 降息啊 增加贷款啊 或者说是把债务 能够攒期延期 从这样一些方式的话呢 来缓解流动性的 这样一种风险 避免企业倒闭 我想这可能是在 财务层面上 可能需要去思考的一些问题 那么另外一点的话 因为毕竟 这次的新冠病毒疫情 是一次很大的 外部的一个冲击 一次性的冲击 那么这种情况下的话 相当于正常的这种 生产经济活动的 持续的话呢 被打断了 那我想的话 其实政府在政策层面上 其实很多空间 可以施展 那么企业的话 你应该积极地 去寻求这方面的一些支持 这段时间我后面也会提到 其实各个地方政府的话呢 紧张密鼓出台了很多 支持中小伙企业的一些政策 那么企业的话 可能要密切去关注 多看新闻联播 然后或者的话呢 多了解地方政府的一些政策 去寻求这方面的一些支持 我想这样的话 也能帮助去缓解 现今的短缺的情况 我想最后一点的话 其实也是很自然的一点 在这样极限极端情况下 在一个面临外部冲击的情况下 我想的话呢 就是企业需要跟他的这种利益相关方 包括我们这里员工 包括上下游 包括融资方 还有这个出资方 但包括客户啊 顾客 包括地方政府等等 我想多方面的 全方位的这种协调 沟通 尽量寻求谅解 找到一种就是共生共利的 这样一些安排的方式 能够渡过难关 但刚才我也提到 其实企业能做的 其实短期看就是活下去 活下去的话呢 就通过经营层面 财务层面 这种层面 来活下去 但这个过程中的话 其实政府 其实能做的事情比较多 那么这里其实我列出了一些 目前 大家讲的比较多的 从这个宏观的货币政策 财政政策 地方政府 或者中央政府 需要做什么 央行需要做什么 我想的话 大家就比较熟悉 因为这段时间的话呢 各个地方政府 基本上 锦罗美国出台 太多政策了已经 我在这里 不再去赘述它 但我想可能有两点 我特别强调一下 就第一点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 我觉得地方政府的话 它一定要在认知上 明确双重目标 就刚才我强调过 就是控制移情 跟这个采取 有针对性的政策 去控制经济 大幅下行 这个风险 它是 应该是平行的 应该是 双重目标来追求 就一定要避免 这种过度干预 矫网过正 过犹不及的 这样一些政策出台 我想这一点的话 就是需要非常明确 就是防止 经济大幅下行 它本身也是 防控疫情的 这样一种 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那另外一点的话 其实我也想给大家 特别强调一下 就这一次的话 其实整个政府 它在对这个市场的 这种回应 还是非常敏锐的 我们最近看到 几乎很多 这个地方政府 陆陆续续 出来了大量的政策 而这政策的话 找理点 其实都跟刚才讲到的 怎么去帮助 中小为企业 渡过难关 是有关联的 比如在这种 税收方面 在税费方面减免 甚至的话呢 帮助企业 采取合理的方法 降低这个经营成本 那么这些方面的话呢 其实有很多政策 我想这里面 比较让人欣喜的一点 就是什么 就是中国经济 它确实这个 增长逻辑的发生变化 其实我们这个 公共治理体系 也在发生变化 大家在分析 中国经济增长的时候 经常讲 地方政府以前是 GDP竞赛 但这次我们看到的 有点像是 叫公共治理的 那种比赛 媒体啊 然后企业啊 像老百姓的话呢 我们在讨论的时候 会看哪个地方政府 反应敏锐 反应及时 在防控疫情 在防止经济下行方面 能够出台 更有效的政策 我想这种 从GDP竞赛 像公共治理能力竞赛 本身的话呢 它其实也体现出 这个新发展理念 开始在 影响地方政府的 这种行为模式 我想这可能是 我们在通过这样一个 极端的一个事件 在倒逼我们这种 公共治理体系 和能力提升方面 我们看到一些 比较乐观的 积极的一些变化 那我想的话 这些政策本身的话呢 当然大家除了 在文件出台 在这方面进行比赛 看谁比谁 文件出的更加具体 给的优惠更多 但除了之外的话呢 其实我觉得 还是需要考虑 执行的效果 就要说我们 不仅比较的是 这种政策的 这种意愿 地方政府 支持企业发展的意愿 还要看这种效果 而且的话 我想在这个 移情控制之后 进入这种 后移情时代的话呢 可能更多的话 是回归到 靠市场 活动的 靠市场规则 来促进 企业更好的发展 那这方面的话 我想可能 我们在未来 会看到这方面的一些变化 当然更长远的 一些政策的话呢 其实大家 讲的比较多 我这就不去赘述 但我想特别强调一点 就是说是 这一次 移情的话呢 其实给我们很大一个启示 就是说我们其实很多企业 其实非常脆弱 就是我们这种生产模式 比较单一 产品比较单一 然后在创新方面 比较不足 同时在经营底面方面的话 其实有很多短板 我想从这个角度讲 然后未来可能在这个 怎么通过更多的方法去 增加研发 提升这个研发在 整个销售收入中 占的比例 我想这些对可能 对未来企业的话呢 应该是变得更加重要一些 那么我想 于心风暴 中将会过去 短期看是活下去 是中小微企业需要去 编对的问题 那么从这个中长期看的话呢 其实我想 更多的 其实这一次移情的话呢 我想一个很坏的一个事情 如果说它有任何正面的一些 意义在里面的话 就促使我们去思考 中小微企业的话 在未来该怎么去转型 我个人感觉的话 就是说是 其实我们要实现成功的转型 增强自己对市场这种不确定性 或突然事件的这种应对能力 增强韧性 其实在未来还是有很多机会 那么需要把握的一点 就是需要去了解 来自需求章的变化 就是对中国经济增长 逻辑未来的变化 需要一个非常明确 清晰的一个认识 我个人这里做了一些 简单的一些分析 大家其实看到 其实未来十几年时间 随着中国经济增长逻辑的变化 其实我们整个产业结构 我们的总量 我们这个需求端 会发生很多变化 比如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像我们这个居民的消费率 我们现在居民消费率 是占了GDP 38% 39%的样子 那么在未来的话 会提升到58% 也就是换句话讲的话 到2035年 就简单的一个推演 就是16年时间 15年时间 有20个点的这么一个增加 而且我们消费里面的话 服务消费占的比重 将会从目前的 大概50%不到吧 这是2018年的数字 44.2% 增加到现在美国 或者日本的60%以上 也就是未来消费的话 其实你会发现 可能绝大部分消费 它并不是用来购买商品上 而是购买服务方面 那这会是未来发生的一个变化 而同时的话 我们在未来会 我们讲人口红利消失了 但是我们有个质量的国益 比如说中国到2035年 我们统计了一下 你将近超过五个亿 接近六个亿的 1990年以后出生的人 我们把它叫90年以后 那么这个群体的话 他们的这种消费的偏好 他们所受过的教育的程度 他们对产品 对服务的理解 需求是完全不一样的 而且这个群体我刚提到 就将近一半的人 他是完成了这个高点教育的 就大专以上的教育的 也意味着到2035年 整个中国经济里面 会有将近三个亿的 受过高点教育的 这样的劳动力人口 那么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 任何一个经济体 在任何一个历史阶段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 绝对数量的 完成了高点教育的 劳动力人口 那我想的话就他们为 未来我们企业的转型 为中国经济的升级 为创新成为经济 这种重要的驱动力 它提供了这种 人力资本的保障 所以我在这里讲的话 就是说是 我们的企业 民营企业 中小企业 在这个阶段 怎么去把握这些未来的变化 跟踪这些未来的这种趋势 它去对这个 能否成功转型 能够在未来增强 对抗市场风险 市场不确定性的这种 任性 它有很大的意义 需要我们去思考 那未来其实机会蛮多的 比如这次我们也看到 就是病毒疫情 去对我们这个医疗大健康行业 带来很大的发展机会 现在中国的医疗大健康行业的话 基本上占比只有GDP的 6.3% 6.4%的样子 而这个比例在美国是18% 在欧洲国家的话 欧盟平均是10%的样子 那这意味着可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这些领域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发展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医疗大健康行业 如果说GDP占比到2035年 达到这个GDP的10% 也就是实现我们讲到的一个欧盟的 这样一个平均水平 那意味着到2035年 中国可能就按照现在的不变价格 就2018年19年的这个价格 我们的医疗大健康行业的话 它的这个价值附加可能达到21万亿人民币 21万亿人民币 大家可以思考这样一个体验 那么这会带来多少机会 那么我们中小企业的话呢 怎么去敏锐地把握这样的一些 来自虚传的变化 改变自己的商业模式 改变自己这种创新 改变自己这种习惯的思维方式 我想这一切的话 其实对中小微企业 应对这个短期应对移情 中长期寻求发展 有很深的启发意义 那我这里套用 就在这段时间 大家在朋友圈里面 讲的比较多的一句话 没有一个冬天不会过去 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来 那我相信的话呢 这个新冠病毒疫情终会过去 我们的企业生死活下去 然后的话呢 寻求在未来更好的发展 那最后这十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疫情期间啊 我们对中国股票市场 资本市场的一个掌握 那么其实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呢 它对中国经济的意义 很大程度上是体现在大家关注度上 因为毕竟的话呢 我们有1.5亿个账户 在积极的或者不积极的 在交易股票 所以大家对这个股票市场的发展动态 很关注 我给大家先做点背景的 一点介绍 其实我们讲一个股票市场 它到底是不是能在经济生活中 扮演很重要的作用啊 去看两个功能 第一个是融资功能 第二是它能不能做一个 一个机制 价格发现的一个机制 能够引导这个资源的有效配置 那么从融资这个能力上讲的话呢 其实我们这个股票市场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 我用了一个英文的表述方式 这是这个凯恩斯 以前讲的 side show 我想可能比较准确的翻译叫 就叫穿插表演 就它不是一个大的东西 不是大戏 只是一个 小曲 穿插表演 我给大家举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我们21世纪之后 2000年到2018年 整个A股市场 IPO债融资 包括可转债的融资 全部金额加在一起呢 其实只有这个13.36万亿人民币 而我们2018年 一年的银行新增信贷 就15.7万亿 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从融资角度讲 我想我们的股票上 起到的作用 其实并不是这么大 我们主要还是 见钱金融为主 还是靠银行的信贷 靠债务来驱动的 这样一种金融体系 那么从这个 价格发现角度讲的话 就是说 其实我们 很长时间的话 我们这个定价是流去的 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例子 比如说在金融学里面 我们经常讲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叫市场风险溢价 也就是说 一个国家的市场 股票市场平均的收益率 跟国债收益率间的差异 那么这个数字 在美国是6% 就过去100%的6% 意味着股票市场 比这个国债市场 风险要高很多 因此呢 需要有一个超额的 高达6%的 这样一个超额回报 才能够说服投资者 去购买股票 因为它风险比较大 而这个数字在中国的话呢 从02年到18年 我们这个分析啊 大家看到这个数字 是1.17% 也就意味着 这个中国股票上 风险很低 那我想这个 可能跟常识 跟我们对中国股票市场 属性的理解 是完全相悖的 那么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可能也从另外一个层面上 说明 我们这个股票市场的话呢 并没有形成 给风险定价的一个毛 就换句话讲的话 它很难起到 一个价格发现的 这样一种作用 很难去引导资源 做出更有效的配置 那么这背后原因很多了 就是我想可能主要的原因 在于我们整个这个上市公司 而且质量是偏低的 我大家看一个简单的分析 比如说我个人的话 比较喜欢用这个 叫投资资本收益率 来衡量上市公司的质量 那么我们在过去 将近21年时间 1998年到2019年 这21年时间 我们平均的上市公司 投资本收益率 只有3%的样子 换句话讲 你给上市公司 一块钱的资本 它去运营 去做产品 做服务 交完税之后 回报三分钱 而美国这个数字的话呢 在过去38年 是11.6% 在过去100多年的话 大概是10%的样子 我想从这个角度讲的话 其实我们上市公司的话呢 它这个质量 总体质量 就投资回报 投资效率 是比较低的 虽然规模可能很大 那么另外的话 就是说 我想可能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这个上市公司 要存在公司治理的问题 信息披露的问题 这是一个 简单的一个例子了 那么也作为一个证据 大家看到这个 我们上市公司 这个净资产收益率 它的一个分布情况 最近三年吧 从16年到18年 那么这个分布情况 很奇怪 按道理讲的话呢 一个大样本的 这样一个数据 它的分布应该是一个 震态分布 就像 大家看到美国这种情况 是个震态分布 它应该是对称的 但是我们这个分布的话呢 显然不是震态分布 而且在零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它有一个突然的 大比例的企业 汇报的这个净资产收益率 是在零的右边 就比零高一点 就是它是盈利的 它不是亏损的 那么这样一个图示的话 其实从某种图上讲的话 就是说大面积的 这个上市公司的话呢 它的盈利数字 其实是做个修饰的 它尽量避免汇报亏损 那我想的话 就这样一种信息披露的质量 这样一种公司的整体情况 再加上我们刚才讲到的 整体上市公司的话呢 其实总体的质量不高 合在一起之后的话呢 其实这个整个股市啊 它在过去若干年 确实表现发散可乘 它跟实际经营之间的关系 也是基本上是脱钩的 但我想给大家强调一点 就是说是最近一段时间吧 应该说最近一两年时间 其实这个整个资本市场 它有一系列的 供给者改革的举措在推出 包括我们的注册制造 核酸板推出 对退市制度的话呢 市场化的这种执行的话呢 也在加强 最近的话 证券法在修订 其中的话呢 用这种市场化的方式 去发展一个国家资本市场 这方面有很多 很好的规定和常识 我想因为这些举措的推出 因为大量的这些 改革举措的推出 中国资本市场的话呢 它也正在走向成熟 我想这个过程 可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 但是我们确确实看到 在走向成熟 那么这里面 长期投资和价值投资的理念 在积蓄力量 可能慢慢会形成主流 我想这可能是我们对 目前资本市场的一个 总体的一个判断 那么回归到这一次的 疫情期间 中国资本市场的表现的话呢 我个人感觉的话 其实这个 2月3号恢复开始 这个时间本身 以及股市在当天的 这个表现 去给我们一些信心 就是这个市场的话呢 它慢慢地在成熟 我想这里面有两个方面 给大家强调一下 就第一方面的话 就是说我想证监会 它在2月3号 果断地决定 要恢复开始 让两个交易所恢复开始 我想这个体现出 它不会因为这种突发事件 去中断正常的这种市场活动 这显示了对这个市场 规则的尊重 那我想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 它其实是一个资本市场 就监管者的话 它比较有信心了 它做了大量的 这种调研 做大量的分析 对可能的情况 做了大量的预判之后 做出这么一个决策 不会因为这种突发事件的话呢 去中断正常的市场活动 我想这种对市场规则的尊重本身 它其实体现出 我们这资本市场在成熟 监管者在逐渐地成熟 在另外一方面 我想可能大家看到 就是恢复开始后的表现 本身的话呢 其实也告诉我们 这个市场在逐渐成熟 因为当天的话 大家都觉得这个股市会大跌 但因为我们从这个 1月24号到2月3号之前 这段时间是假期 同时的话呢 就是说是股市的话呢 可能也稍微推测 一两天开始 所以这段时间它没有交易 大家不知道 到底这个开班之后啊 资本上会对这样一个负面的 像疫情这样一个巨大的 对经济生活有很大影响的 这个事情会怎么反应 但是呢 就是说恒生指数 它是有反应的 因为香港的话 就是它这个春节 方向时间比较短一些 它开始时间比较长 那么香港的话 在1月23号到1月31号 这段时间 那么它恒生指数累计下降了 7.16% 也就换句话讲的话 就是说是恒生指数本身 因为它有市场交易 有大量的信息 在交流 在汇聚 它对这个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 已经形成了一些判断 也反映在股价的变化上了 那么这变化的亮度的话 大致是7.16%的样子 那么我们2月3号 恢复开始的话 第一天股价下降的话 其实大概不到百分之八 百分之七点几 将近百分之八的样子 第二天第三天 基本上的话 就开始小幅的上涨 就说明什么问题 说明我们这个股市的 它其实开始比较成熟了 已经 它对这个风险的释放 释放的程度 那么本身的话 其实跟这个海外市场的反应 比较一致 那么说明投资者的话 它对整个这个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 这块的认知方面的话呢 其实已经形成了一个 市场化的判断 那这背后的话呢 也表现出我们这个资本商 在逐渐成熟 我想这可能是我们 通过这一次的 这样一个极端事件 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事情 发现了一个 很可喜的一个变化 但大家可能会关心更多的是 股票市场未来的走势 我自己是做金融的 那么我自己个人的话呢 如果说一定要定性的话呢 可能是一个价值投资者 那么我认为这个企业价值 但这不是我个人观点 这是我们金融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法则了 就是一个principle 一个基本原则 那么企业价值 它未来现金流的限制之和 就是说你影响这个企业价值的 几个因素 不外乎就是你未来的现金流 还有你这个折现率 你把未来的资金融 你需要一个折现率 而折现率本身是资金成本 同时的话呢 我们还考虑一些市场情绪啊 投资的情绪的一些影响 按照这三个维度来判断的话呢 其实我个人感觉 未来盈利的话呢 其实它是整个实体经济的 一个距离体现 那么它的整个表现情况 其实取决于 我们整个这个 这次移情 它对整个经济的影响 那我觉得的话 我刚才一再强调 这是一个类似变量 取决移情防控的 顺不顺利成不成功 同时的话 也取决我们这个采取的对策 是不合理 我个人感觉的话呢 如果说移情的影响 能够控制在第一季度 那么基本上讲的话呢 今年整个基本面 市场的长距趋势的话呢 其实并不是特别悲观 这是一个基本判断 那么第二个维度的话 就折线率这方面 那我现在在整个这个 降息大背景下 流动性是相对比较充分的情况下 那么企业资金成本会下滑 那么这样的话 就是它其实有利于 这个企业价值的上升的 那这是一个我想可能 有助于提升这个 股市表现的一个利好因素 同时的话呢 就是这个情绪 投资者情绪 市场情绪 我想基本上 我们也看到 就负面的情绪的话 大部分已经出清了已经 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 就是说是 未来股市的话呢 可能 如果说一定要做一个判断 让我给大家强调一点 一般经济学家判断都不准 但我还是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说 如果一定要判断的话呢 我感觉在运行期间的话呢 可能这个大部分的这种负面 能量已经释放了已经 就是市场对这个 新冠病毒疫情 对经济的影响 中国企业的影响 大致上 已经有一个在估值上的 一个评价了已经 而且这个评价比较统一了 但未来可能随着这个疫情 防控形势的变化 如果特别顺利 特别不顺利 可能还会有些起伏 但是起伏的这个幅度 不会太大 因为我想市场的反应 已经表明 投资者对我们这一次 防控这个疫情 取得最终胜利的话 还是比较有信心 那么疫情这个 可能高峰期的话呢 可能即将结束 我想这一点的话 其实这个市场 已经反映出来了 那么这个疫情结束之后啊 就今年的这个A股三表现 甚至更长一段时间 它的表现的话呢 那就回避到基本的经济 企业的基本面 那么它跟实际经济 未来的长期表现 就联系在一起 那么我在整个 今天这个课上 在前三部分 所讲到这些东西的话 都适合在来的判断 它完全取决中国经济 在未来 我们增长逻辑 能否发生根本的变化 我们找到这种 推动全要生产率提升的 这种重要的来源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呢 实现中国经济高峰的发展 我想从长远讲的话呢 这个取决 实际经济的发展 但这个中短期的话 它会有结构的分化 以换句话讲 未来的话呢 可能这个中国的股市 它会发现 有一些部门 有些行业 有些企业的话呢 它会有更好的表现 那么我想 什么样的企业 会成为未来 这种南筹股 技有股 大家追捧的 资本上的宠儿 那基本上是那些 未来能够帮助中国经济 实现高质量发展的 有强大的需求 做支撑的 能够保持很高的 增长速度的 这样一些行业或者企业 那这里面的话 就是我想 一个简单判断的话呢 比如说我们新兴工业 应该讲到这个 提升全球生产率 需要大国工业 但我们高端制造业 IT制造业 跟新建能源相关的 这样一些新兴工业 我想它会涌现出 很多和好的企业 那么新消费 线上的 像娱乐啊 教育啊 当然也包括 我们讲电动汽车 这样一些消费 也会重新推动力量 互联网大家看到了 线下 这一次的话 移情的话呢 很多活动 从线下向线上 就是转移 那未来的话 可能在这个领域 我想还有很多 可以去挖掘的空间 那最最重要的一点 医疗健康 我想这一次的 新冠病毒移情 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在于就是 健康很重要 那未来的话 我们在公共 卫生体系里面 在我们这种 医疗健康服务体系里面 在我们这种 医药产品 器材 器械的开发方面 在医疗相关的这种 金融服务的提供方面 有很多空间 有很多可能 有限出 这种世界级企业的 可能性和机会 我想这些领域的话 可能会成为 未来的 中国经济的增长源 也会成为 未来资本市场 从这个板块 从结构上讲 可能会追捧的 这样一些板块和企业 那最后的话呢 我想可能 虽然讨论的是 这个短期的 经济变化 但我还是想大家 就是说是 可能花了一分钟时间 看一看这张图 就是这个 我们整个 中国的上市的企业 这里包括了 在海外上市的企业 在过去20年的一个变化 我们1997年 大家看到 这前十大狮子企业的 一个情况 那么07年 那么到了17年 20年的变化 那么2017年的话呢 其实这个已经看到了 就是在我们这个 最大狮子企业里面 出现了两家 民营企业 两家这个 互联网公司 腾讯跟这个阿里巴巴 那大家思考 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于 2027年 也在未来的 那么七八年时间里面 或者说我们 2028年 我们来看这个 2027年 中国市值前十名企业 那么会出现 什么企业的名字 那我相信的话呢 就是说是 办事中国经济 增长逻辑的变化 办事中国产业的变革 那些锐意进取 敢于用研发来 推动增长 满足这种市场 不断崛起了 新的需求的 这样一些企业 可能会出现在 2027年这个版材上 那可能包括 一些医疗公司 消费公司 也可能包括 很多高级的企业 我想未来的话 总是值得预期的 就很高兴 今天有这个时间 给大家做这样一个 探讨和分享 希望对大家有所启迪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